码头 对 我们家有一个码头 码头这话是我随便说的 是 确实有一个码头 公司是你爸的 对 你家的 对 你爸给你开多少钱 一年十五万 我怎么给你开那么多钱呀 因为就是我每次一说 我要自己出去工作 我不想在这工作 然后我爸就是给我涨工资 最初是多少钱呀 最初是五千 一个月是五千 后来你像十五万就涨到了一万二了 这绝对是非你舞台上 最豪的求职者之一 上台卡卡就是一顿爆金币 直接引得赛场老板们一阵哄抢 就连咱们一贯喜欢挑色的张主持 都一反常态 惊讶过后对人姑娘 那叫一个合伙有加 对着人姑娘卡卡就是一顿花 一句话我都不舍得问你 你知道就是他看 你看人的眼神啊 尤其咱俩这种近距离 就是让人我见有脸 真的是 咋呀 我就问你这样的张主持 你见过几回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位姑娘到底有何魔力吧 今天的求职者23岁 曾就读于东北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 大学毕业后曾有过两份工作 第一份是在有着铁饭碗之城的警局工作 但最后觉得办公室的工作实在是太无聊 于是辞职后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要说起这第二份工作的老板 那也是个老熟人 为什么想到去做会计 因为那家公司是我们我爸爸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 就连咱们的张主持也当场呆愣在了园内 但缓过神来后 咱们张主持依旧是一脸的不可知信 再次一遍遍的像姑娘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在得到姑娘的肯定回复后 当即又好奇的笨了 说你爸既然是个老板 那你爸到底是干啥的 当姑娘说出自己父亲失作海运的后 咱们张主持当即就想到了码头这个词 原本只是随口一说 哪想到姑娘的一句话 再次让张主持呆愣在了园内 码头 对我们家有一个码头 码头这话是我随便说的 是确实有一个码头 那我能多问一句吗 就是你做会计 你是拿那个公司的薪水的吧 对 对不对 对 你爸给你开多少钱 一年十五万 我怎么给你开那么多钱呀 因为就是我每次一说要 我要自己出去工作 我不想在这工作 然后我爸就是给我涨工资 好家伙可真是好家伙 想过姑娘的爸爸可能有点富 但是也没想到能这么富 先是拥有自己的码头就算了 还任性到为了留下你而随意涨工资 你就说说这样的老父亲谁能不爱呢 可任姑娘偏偏就是一个列败 表示自己就是不想 过这种坐在办公室的生活 现在就想找个能称心的工作 我今天来求职 是想找一份能够尽量不做办公室 每天像快乐的小狗一样 在外面走来走去 很忙很累 但是很充实很快乐 谢谢大家 其不其特 我就问你其不其特吧 这要是换作以往求职者说出这话 那还不得招来狠狠的一顿嘲笑 可这次的老板与主持却表示 相当能理解姑娘的感受 姑娘表示在父亲公司上班 总有种大人陪着小孩玩的感觉 自己的工资也从最开始的每月5000 涨到了现在的年入15万 虽然父亲一时不同意姑娘出来找工作 但这次姑娘却成功的说到了父亲 我跟他聊了 就是确实是我在他那 毕竟也是地方不大嘛 我希望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来锻炼自己 要任性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喜欢当猴娘 我就是想去百合网 我就是很喜欢沐妍老师 抱抱抱抱 你看啊 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 咱们的沐总简直乐开了慌 眼见姑娘如此直白的表白沐总 张主持当即保护于爆棚 说啥也不能让这个可爱的姑娘 被沐总给骗了 说啥也要酸人沐总几句 眼见人张主持都如此为自己着想了 姑娘赶忙解释 其实自己想得很明白 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自己还想要去饮总的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的饮总见状 也是将姑娘一顿花 正当姑娘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自己对未来的向往时 咱们沐总就迫不及待的 问起了姑娘为啥想要做红娘这个职业 而就在姑娘回答问题的这个期间 咱们沐总更是笑得一脸的慈爱 就连咱们一向对求职者非常严苛的张主持 都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 实在是没忍住又是一顿花 一句话我都不舍得问你 你知道就是他看 你看人的眼神啊 尤其咱俩这种近距离 就是让人我见有脸 真的是 可能因为 因为在你的生活环境里挺单纯的 所以在他的在你的眼睛里 就看到的都是纯净 然后一看到你就有 保护你的欲望和冲动 看看看看 面对这么一个大叔的一顿花 成功把人姑娘给整不好意思了 能看出 众老板以及主持 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姑娘 眼见主持都如此卖力了 台上的老板们也不再示弱 毕竟老板们也是今天的主角之一 当即就开始了大夸特夸的抢人模式 我在想的是那么纯美的眼神啊 你该到新东方来 到一个知识的海洋 去和别人对话交流 那还是多么惬意的眼神 你说说你说说 就说被这么一顿夸谁还能受得了 不过就是还没完呢 就连一旁的观察员也毫不认输 大方的表示了自己对于姑娘的喜欢 眼见这该夸的都夸得差不多了 紧接着就是第一轮的灭灯环节了 台上的老板们都默契的没有灭灯 随后就又是老板们的提问环节了 众所周知 但凡是有钱人出来找工作的 那大概率都是来体验生活的 因此台上的蔡总就问了 说你之所以想出来找工作的动力是啥 而姑娘的回答也是相当的接地气 那就是有钱人所受到的偏见 我跟我男朋友出去如果偶尔我要付钱买单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别付钱了你又不挣钱 我说我为什么不挣钱我在公司上班啊 他说那不是你罢了钱吗 我这句话特别特别刺痛我 所以我这也是激励我一定要下决心 自己为自己开创一片事业的一个 这个一个助力 听到这么一个纯真的理由 一旁的张主持眼里迸发出浓浓的欣赏之色 接着又是一顿彩虹叔叔 非常好小童 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好 眼见众老板对自己都很满意 接着姑娘又说出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地点 最好就是在北京和天津 并明确的说出了自己想要的工作模式 因此在第二轮的灭灯环节 一半的老板都灭了灯 其中灭了灯的姚总也发表了自己对于姑娘的看法 表示姑娘其实没有啥特别的优势 咱们互独子的张主持一听瞬间就不干了 特别的优势就是亲和 你难道觉得杨晓彤到了你们公司之后 不会像一池清水一样 然后就迪当你们被污染的灵魂吗 虽然说不是没见过张主持对人的样子 但是吧 如此维护一个求职者 那倒是第一次见 很明显咱们姚总也是被咱们张主持吓了一跳 当即就开始认怂 哪料然是压根不领情 接着没啥好说的 反正剩下的老板们又开启了夸夸模式 但夸夸归夸夸 反正六家企业最后只能剩下两家 姑娘一顿卡卡灭灯后 最终选择了银总的咖啡之意 只为是店长助理 三千五百的底薪加提成 而就在姑娘求职成功下台后 台上的张主持还不忘喊话咱们的银总 我会高度关注这个女孩 好 我也刚录了那么多期节目 我发现你把这个女孩保护的太好 不我真的是 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对她是真心的 不 还有什么 咋样 你就说今天的张主持她迷不迷人 是不是嘎嘎睡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